从恋爱到结婚生死 全阶段占领过热搜的向左夫妇又有新话题了 即去年10月郭碧亭产女之后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向左近日发布了几张自己和老婆的美照 并配文感觉老婆生完更美 期待下一个 前半句是夸奖 这后半句不就是公开催生吗 也因为这条动态引发了网友们的些许争议 对于这些争议 没等来向左的回应 却等来了向太的 快人快语的向太 在评论区解释 他强调当初生三个娃是郭碧亭自己说的 他不会催儿媳妇 但是会鼓励和奖励 豪门向来追求多子多孙多福气 同理还有生下赌王长孙的西梦瑶 和何优军2019年10月顺利产子 当时他刚生完孩子不久 婆婆四胎梁安琪就曾对媒体表示 希望儿子儿媳生得越多越好 至少还要生三个 今年母亲节大儿子不到两岁 魏西梦瑶就官宣了二胎妥妥的三年爆脸的速度啊 同样的 还想到了曾经香港小姐选美的大热人选徐淑敏 在事业上升期的时候嫁给伪富豪黄浩 徐淑敏在连生三个女儿后仍要发话拼儿子 最让人无语的是 她的婆婆还曾生气表示 如果生不出男孩就让徐淑敏让位 而无论豪门也罢 普通人家也罢 垂生简直无处不在 谁能想到就连50岁的钟丽提三婚还要被婆婆一直催生的 当她问到婆婆 如果自己以后不会有孩子 你会怎么样 婆婆听到之后脸色都变了 直接说道 我会觉得非常的遗憾 因为我想我不可能不想要个孩子 听完这些催生言论真的